勇士主场大比分不敌雷霆,遭遇到两连败,他们也仅仅领先火箭一个胜场,勇士最近在核心球员都在的情况下实战四负,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?那一只功无不克的勇士突然间就消失不见,两副灯炮组合的火箭引火箭的时候哈登受伤,现如今又两副雷霆,上赛季,威少拼尽全力也难从勇士赢下球,而本赛季当威少身边有两大帮手之后,面对杜兰特加库里加格林加汤普森领衔的 勇士也是毫不落下风,起码已经两剩勇士,勇士连败背后到底隐藏什么危机?奥尼尔在节目中被主场人当场问道,对于勇士的连败,你从中看到了什么?和上赛季的阵容相比,他们还补强了尼克扬,他们到底怎么了?都知道奥尼尔一向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,敢说敢当,奥尼尔认为勇士面对的问题和他以前在胡人F47类似,他说,看上去他们勇士只是手发很强, 但是他们的替补同样很弱,这和我当年在胡人遇到的问题类似,细细体会奥尼尔的话,你会发现这并不是没有道理, 杜兰特加库里加格林加汤普森加帕楚里亚的首发场均能拿下90.3分,也就是说勇士的替补场均只有25.1分, 这在全联盟的30支球队中也只能排在倒数的位置,重要的替补伊哥达拉场均得分仅比上赛季少两分左右,但进攻进攻效率和防守效率下降严重, 而且勇士的替补席上也没有任何人能得分上双,这和雷霆的问题也非常的类似, 勇士最大的危机就是替补席上没有一个稳定的得分点,去年夏天花520万引进的尼克扬,场均也仅有6.5分,无法有效稳定的提供输出, 所以才会传出勇士希望交易得到路易斯·威廉姆斯或者泰瑞克·埃文斯的消息, 而现在快船已经决定和陆薇提前续约,基本上不会再有关于陆薇的交易, 而灰熊希望用埃文斯换取乐透须以内的首轮签,这也是勇士拿不出的筹码, 可以说勇士想要补强屁股,却苦于拿不出筹码。